第六百七十二集 黑黄 你不要这么浪费 李黑水不满 虽说有一百零八枚 但不能如此挥霍呀 你以为本皇愿意啊 实在是这些叶子鲜麻 自己会跑 我抓不住他们 大黑狗愤愤不已 让我来试试看 磅礴上前 粘住一片 形似鲜黄一样的赤叶 轻轻的摘了下来 唰的一声 在叶子脱离古树的刹那 光芒一闪 一下子飞了出去 没入大地中 与黑黄一样拿不住 任它断走 涂大嘴巴也上前 邪门了 伸手抓住一枚 小八卦一样的叶子 五色流动神秘莫测 然而 结果依旧如此 只要摘下来 茶叶必会顿走 根本保存不住 别乱摘了 笨黄想起来了 大黑狗叫道 努力地思索与回忆 对 是这样 怎么回事 几人同时问道 五道古茶树 可怨声出道 但必须成熟后才能采摘 不然 只要摘下来 它就会没入根茎中 无法带走 为什么会这样 几人无比地失望 能够来到 悟道古茶树前 可以说是天大的机缘 竟然无法采摘 除非 有不死神根 同样可以吸引叶子 才能定住它们 叶凡心中一动 他从荒谷禁地 挖出了一些 不死神药之根 或许 可以尝试一下 不过 他先取出来了 麒麟神药种子 唰的一声 轻轻地摘下一枚 形似小顶一样的叶子 他缭绕物丝 一下子 吸附在了麒麟神药种子上 并没有坠落在地 好 太好了 几个人全都欣喜 大黑狗更是兴奋无比 全都摘光 只要远离悟道古茶树 封在玉器中 就难以跑掉了 这些叶子还没有成熟 蕴声的道有用吗 叶凡不想抱舔天物 放心好了 绝对有效 这样的叶子 两片合在一起 足以抵得上一枚成熟的道叶 几人全都大喜 足足有一百多枚叶子 两两合一 也抵得上五十余枚 这是一宗绝石神荡 要知道 悟道古茶树 每年成熟后 叶片都会自动冲天而去 飞离母株 等在不死山外的绝顶人物 齐心协力出手 最多也不过能得到三十几枚而已 整片东荒的圣主 与大能根本不够分 发了 天大的机缘哪 我爷爷费尽力气 花费海量元 才从人家手里换来一枚 我们却将整株古树 都给摘光了 土飞咧着大嘴傻笑 李黑水也哈哈大笑 今年那些大能 若是守在不死山外 连一门叶子也得不到 看他们到时候 是什么表情 我 我很期待 悠悠钟声清响 给人以大道成空的感觉 像是踏到了仙路的尽头 古之大地的身影 再次显化 无始大地 黑洞无声 湮灭一切 一浮现在悟到古茶树前 狠人大地站在黑暗中 也重显而出 不同的是 这一次两位大地一起出现 让人心惊胆寒 全都不由自主的定住了身形 这发生了什么呀 难道两位大地相见过 不可能 古之大地彼此从未相见过 他生他已死 他死他才生 这应该 只是他们的印记相遇 发生了什么呀 黑黄惊疑不定 悟到古茶树前 狠人大地站在黑洞中 他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都不能明辨 他伸出一只手 在虚空中缓缓刻字 大道气息一下子弥漫了出来 叶凡 庞博 大黑狗 全都瞪大了眼睛 屏住呼吸 想要看清他写了些什么 神木中 皆射出冷殿 盯住那片虚空 哗啦啦的 悟到古茶树摇曳 所有叶片都在翻动 在与那些古字共鸣 满树生辉 各种小鼎 仙人 八卦 神钟 仙皇等 皆浮现 众人震撼 古之大地刻字 竟然让悟到古茶树都如此 可想而知 展示了怎样的一种妙境 匪夷所思 徒大嘴巴心急 到底刻的什么呀 该死的 笨黄怎么见不到 大黑狗也是乌嗷大叫 不仅是他 连叶凡与庞博也都发现不了 甚至想观摩 他是如何落笔的都不能 越是仔细盯着 双眼越是发花 叶凡轻声问道 楠楠 你见到了什么 我只见到一个可爱的鬼脸 他很调皮 又哭又笑 总是挡在那些字前 小楠楠大眼睛纯净无瑕 长长的睫毛青产这样回应 耍的一声 狠人消失了 巫使大地头顶大钟 躲步而来 头上的大钟垂落下万道混沌 如斯涛一样的迷茫 他与天地合为一体 见不到真容 站在方才狠人的位置 似在观摩某些古字 然后露出思索的神色 很长时间后才划刻起来 这一次 这一次依然一无所见 那口大钟垂落下的混沌思涛挡住了一切 根本不知道两位大地所刻为何意 我知道了 两位大地跨越历史长河在较量 大黑狗说道 他想到了一些往事 你知道什么呀 李黑水忍不住问他 按照古籍记载 无始大地曾说过 几人都露出异样的神色 这死狗每次说是古籍记载 可是遍问东荒 都没有人见过那样的古籍 不过他们也不好打断 狠人大地诞生的很早 比无始大地早出生足有十万年 纵然是大地也不可能不死 两者间相隔的岁月他漫长了 不可能相见 但是 无始大地却曾了解到对方的战力 对狠人大地的评价是很强很可怕 说是见到了他留下的道痕 原来较量发生在此地 跨越时间长河的对决 可惜再也无缘见到他们的身影了 多少人结归于黄土中 听你这样说 古之大地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 叶凡心中很不平静 原本他还是有一些遐想的 可现在却觉得那丝希望破灭了 大黑狗轻叹了一声 这死狗的秘密太多了 我们对他施展大行逼文出来吧 徒大嘴巴建议 大黑狗听完嗷嗷嗷一叫 好了别吵了 我们还是赶紧摘物到茶 还是会离开这儿吧 叶凡说道 这个地方是明传千古的不死山 是东荒七大生命禁区之一 多耽搁一刻就多一丝危险 叶凡收了五十几枚倒叶 就彻底没法采摘了 麒麟神药种子早已成为粽子 被包了个严严实实 他心中一动 将打神鞭取了出来 递给了磅礴 让他一次尝试下 对啊 这个木头如此坚固 连骨质圣贤的骨头渣子 化成的杏沙都无法洞穿 说不定真的是神根烈化而成 正好 拿来试试 庞博手持打神鞭 小心采摘物到茶叶 叶凡吃麒麟种子在下面接着 避免猜测错误 而浪费掉珍贵的盗叶 唰的一声 误到古茶树的叶子 吸附在打神边上 并没有坠落向一旁 这让几个人都吃了一惊 这真的是神根烈成的 果然是密宝 可惜只能打神时 威力不够强的 磅礴动作很快 满树倒叶全都被采摘一下 吸附在了打神边上 晶莹闪闪 小麒麟小太阳小月亮等各不相同 晶莹闪烁充满了大道的契机 所有人都激动无比 纵然两枚合在一起 才顶得上一片成熟的叶子 也足抵五十余枚物到神茶叶 传出去的话 圣主都要疯狂 会为此大打出手 这是仙真 是难得的圣物 可让人心灵宁静而悟到 纵然一两枚不一定成功 可八九枚肯定能悟到一次 四季以后修士需要悟 才能突破境界 多悟两三次呢 说不定就会突破智雾 更上一层楼 这是珍贵的神物 有海量的猿也很难买到 一般都不会出手 悟到古茶叶已经光秃秃了 可是那依然玄妙无比 像是勾动了至高的道 给人很特别的感觉